同学们好啊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个班会 我们来聊一下大家的暑假是怎么度过的 老师这个暑假我跟了两母弟 我在那一个亿 我找了五个女朋友陪我打游戏 课堂上镜子脱了裤子放屁 老师我们说的其实是最近火爆的网文 霸道总裁知觉醒农民工之五名笑话爱上我知我带妹子上白银 所以你们暑假才在家看爽文 是的我们喜欢爽文 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看爽文 那么今天老师就教你们 如何写爽文 老师你这个爽文包爽了吗 爽到你去瓜田里找茬 接下来大家可听好了 爽文第一是悲惨绅士 主角的绅士必须越惨越好 最好惨的他妈都不认识 妈都不认识那也太惨了吧 惨妈至少他还有妈 好的那么我们孤儿开局 国家战火连绵 四局动挡 主角一开始就失忆了 所以又是那种小磕头找妈妈的常规套路吗 不那是因为主角六亲不认 哇可以那番茄新鲜度我给八十分 但是主角有一个养母 那还不够成 但是他亲手干掉了养母 哇去好变态 我喜欢 而且作为主角他天赋一笔 他打架很厉害 不过他医术高明 然后被国家强争入武当全职懒 然后绿下赫赫战功报效祖国 那必不可能 后面被大魔王昭安当小弟去了 你这是说文吗 我感觉一点都不说 说明是不是应该叫重生之我是二五仔 然后大魔王原地暴毙 他顺利上位 并且得到机缘瞬间变强 操然起来了 成为了人类高质量男性 够了老师 就你这样还教我们写爽文 写名文还差不多 其实我并不是在写爽文 而是在跟你们讲述我一个朋友的生平传记 可是我们并不想了解你的朋友 哦可是他会射箭百步穿扬 这点都算个才艺 他力大无比可以举起自己 多挠哦 他意语风情可男可女 我去这个心 哎呀 暑假我对作业爱搭不理 开学他能让我补得飞起 还有一天就要开学了 暑假作业还没怎么动啊 要死了要死了 今天晚上必须一次性补完 以致暑假作业我写一个月 老师写一个月 检查作业基本都是少一言了之 并不会看里面的内容 所以 喂班长妈 明天早点起来 把语文作业和练习册借我复印一下 你小子是不是又没写作业 嗨你就说你借不借吧 老规矩 爸爸 哎就我宠着你 尿灾 语文作业搞定 接下来都好说了 数学应用题乱写公式凑字数 英语108个字母胡乱搭配 再加上其他科目的小作业 我能控制在9个小时全部写完 别问为什么字母是108个 因为我写出来的字母就是有108种 现在是中午12点 你明天开学还有20个小时 嗨 来得及 规划这么久有点累了 不作业之前刷会短视频放松一下吧 我差咧怎么都到6点了 这该死的短视频一刷就停不下来呀 算了算了先吃完晚饭再说吧 现在是多久 6点42 凑个怎么吧 7点开始捕作业 嗨 来得及 好了我要开始捕作业了 喂到时间了 上游戏 玩毛游戏啊 我捕作业呢 你有图吧 现在写什么作业 你就说来不来吧 今天有妹子 要我 你不是捕作业吗 嗨 就玩一把 来得及 他妈的 怎么10年跪 不对 现在几点了 10点了 要死怎么一下玩了这么久 照孽呀 果然干大事的时候 不能想女人 红颜祸水呀 手机关机 这下谁都不能打扰我 哦啊 生物中又来搞事了 要不睡一会儿吧 11点钟开始 我刚好来得及 呃 卧槽 天怎么都亮了 几点了 五点 玩犊子了 玩犊子了 怎么一觉睡这么久 快不作业呀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 哇去老师都收作业了 还在补 再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极限运动吗 小明把你的作业交上来 啊不错 虽然有点潦草 但是好歹写完了 啊惊险 还好我赶上了 嗯 什么声音 不是吧 做作业 做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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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的死期将至 儿子起床了 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爸 我玩犊子了 我的暑假作业还没写完 暑假作业 你不是早就毕业了吗 啊 我毕业了 你要读吧 现在写什么作业 你玩的怎么这么差 妹子都给我气跑了 今天要是还找不到女朋友 我妈又该说我了 哎 就我宠着你 那就这么说定了 太别开玩笑了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不过这么多年没见 我还真挺想你的 是啊 我早就毕业了 要是我还在读书 那该多好啊 哇 好吃眼的光 还那么睡呢 今天开学 你不仅作业没写完 还迟到了 摩擦嘞 兄弟们 最近网络上的键盘侠 怎么越来越多了 我昨天就被键盘侠给喷了 你跟那种人一般见识干啥 我也不想啊 但是忍一时越想越亏 退一步越想越气 确实键盘侠这个东西 你不能顺着网线过去揍他 他却能隔着屏幕气死你 哟 你是在说我们键盘侠吗 怎么 难道你也是一个网络上重拳出击 现实中微微落落的键盘侠吗 必然不惨 网络上重拳出击 现实中我也不虚 哦 看样子应该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以暴自暴了 天不生我键盘侠 喷到万古如常夜 剑乃 我看见你就恶心 咋的我让你怀孕了 长得吵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 你多好 长得跟二维码似的 不扫一扫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不跟自长说话 为什么 是因为你不配吗 因为我有洁癖 害怕脏东西 我也有巨物恐惧症 害怕大傻 验兵我早日战胜你全家 复仇怨魂的大战 你家只能谈一下 如果你长得不吵的话 还挺好看的 如果你不脑残的话 应该还挺聪明的 我说话词就是这个样 我知道你是一个直层子 但是你也不能用嘴拉吧 就算你的大长和大佬 长得再像里面装的东西 也不能一样呀 按我想起来了 昨天键盘侠就是像他这样骂我的 那可不巧了吗 谁说不是呢 女人穿这么暴露 不就是为了勾引男人吗 你长这么丑 不就是为了找不到女朋友吗 夏天穿这么少 干脆不穿算了 那你没事都往自己身上 盖点土面的容易着凉 你对你爸妈都没这么关心吧 你对我这么关心 我是你爹吗 你是得了狂卷兵吗 见人就咬 你是吃了蟹药吗 见人就喷 东边不亮西边亮 含皮啥样你啥样 风潇潇西溢水寒 真让你别我心烦 我一巴掌拍的你妈都不认识 我反手就把你挂在 智慧树的大风车上 呲呆呆的转 你是真的狗 你像个人把你丢在狗群里 都找不出来 不过还好我认得出你 狗群里面最狗的那一只就是你 哎呀呀呀呀呀 气煞我也 哎呀有些人真奇怪呢 我只是用他们对待我的方式 来对待他们 他们就生气了 真的很奇怪 要哦 键盘下之后的用 就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大家的认可 没错就是 你们手中的三脸 你们就满足它吧 觉醒的姐弟俩 你居然想为我吃蟑螂药 受死吧 好啊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你亡 尝尝这个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自己在班级这个集体中 属于哪种角色吗 正山的虎 嗯 山战的狼 对了 敏捷的豹 眼见的鹰 害群的马 脚死的棍 嗯 溃水的鱼 陈范的桶 发芽的轰 睡前故事 被子盖好了吗 佩琪 嗯 小手手和小脚脚也要盖好哦 盖好了 那我就要开始讲故事了 从前有一只猪 睡觉只露一个头 后来头就被砍了 那我就要讲第二个故事了 从前有一只猪 蒙着被子睡觉 后来被人连捅十七刀 最后连凶手长啥样都不知道 据权威机构研究 当人在害怕的时候 喊出的名字就是他最爱的人 弄清我和老母猪 谁在孩子们心目中 地位最高的时刻到了 伯将之心 简介我最近觉醒了新的替身 哦让我坑坑 哈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帅逼 还有大漂亮 会不会给这个视频点赞呢 哎呀我去 完了完了出大问题 他们肯定要撤我酒驾 我可不想和吴谦一起踩防润机啊 哎有了 嘿警官有什么事吗 晚上好先生随机检查 我看你开车摇摇晃晃的 有人说过你长得像屁股吗 小时候沙路奶粉喝多了 哎你说话的声音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我是一名BBOXER 正在练习用盆枪发声 啊啊 好熟悉的味道 你是不是也吃屎了 不是吧 都什么年代了 吃屎又不犯法 啊请出示你的假招 没问题 你确定这张照片是你吗 是我 是吗 是 那时候我还很瘦 这就不是你 你说他不是我 不是 我说他也不是我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还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拿驾驶证的时候 他们给的我就是这张 我说这不是我 他们说这就是你 没办法 我只好将就着用了 嗯 本人比照片帅多了 不过我还是得撤一下 看看你有没有酒驾 你必须长吹一口气 听见了吗 长吹一口气 使劲儿 继续吹 用点力 让我看看 你我来试试 啊是准的 我刚吹了一瓶小鸟福特加 开车小心点 你可以走吧 这个地方可太适合我了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看视频不白嫖 哇 гов火 福特加 到了 优优 hazards 如果您看